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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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根據昨天的電視和今天新聞報紙都說 警方在場聲稱是用一個很容忍的態度 以及屢次勸喻示威人士說你們要阻街了 你們要讓開了 他們不做 然後他們才說是採取行動去搬開這些人 你在現場觀察的版本是否這樣 絕對不是 第一次是警察強行地把示威者的人臉拉開 那次是剛才八歲的小朋友中了回礁品牧 就這位了 是的 當時我看到的東西就是警方在雪廠街那裏向著電車路 有兩至三行人就突然間喊一喊 之後就向示威者衝 即是三重的警務人員向人群衝過來 向人群衝過去 因為後面就路無可退 已經成為了人鏈 還有很多記者 另外就剛才各位媽媽和其他不想做人鏈的人 就在後面坐下了 根本是退無可退 因為一退的時候你沒有後眼 那你看不到後面的人 那你很容易撞傷人 又或者是真是人踩人 但是警方為何這樣做呢 因為他這樣隔離了之後 噴了胡椒噴霧之類的 就發覺其實警察是會 將一隊的VDO Team 即是一隊拍攝隊伍的人 成功地進入人面裏面 以及在裏面補防 成功地派警員 這樣撕過去 是的 這樣撕過去 這次第一次激烈衝突之後就是這樣 所以令到所有人 令到警察可以在裏面補防 所以我們看到有其他 我相信這個是在事件的時候 是一張圖片來的 這個是星島的 他們為了混入示威的人群之中 就出了這種那渣手段 我看到的就是 他們為了混入人群 就嘗試這樣去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他們用相似的手法去清 在人面裏面的人 現在你說的這個位置 就是在第一個地點還是第二個地點 第二個地點 第二個地點 就是在電車路的地點 第一個地點其實是沒有做任何的 我想問一下 去到第二個地點 電車路的時候 大概是旁晚幾點鐘 那裡已經過了九點鐘 九點鐘的鐘 電車哪裡有人走 所以我覺得他們經常說 要去維持這個秩序 又說這個令到交通暢通 我覺得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理由 如果是電車路有人阻塞 你們塞一條還是兩條 基本上是全條雪廠街 雪廠街和德庫道中交界都都塞了 都是他們見到示威者這樣 那我們還有海皮的道路被人用 還有王后大道中 警察要說到十點鐘之後要清場 也沒有辦法 是 事前有沒有跟示威人士 當時可能因為沒有一個申請人 他是他的對口 他有沒有跟明顯地 在那個示威人士有沒有認到 是屬於哪一組人 現在經常聽說 什麼是80後 然後又說什麼社民連 是不是真的這兩個 是帶領人衝去第一個點 還是第二個點的示威人士 其實什麼人都有份 以我所觀察當然不一定是絕對 但是你說警方那方面 有沒有主動地跟這群人 發出一個通知呢 擺明是沒有的 因為在過去的遊行集會裡面 如果是遇到一群人是違反了所謂的公安條例 而非法集會的話 警方是會先發出一個指示 是用一塊很大的賤牌 寫著你們現在的集會 違反了什麼公安條例 中英對照的 請你立即離開 他會舉這件事 擺明就是昨天是沒有舉的 我現在拿著一份明報 警方的發言人 他們公共安逸服的總警司 李健輝 早上他在電台也有 將這篇文字的廣告讀一次 他說清場的行動 是多次的勸喻 多次警告 對方都不理不睬 然後警方最後採取了最低的武力 他指出在這件行動之中有警員受傷 還說是有示威人士用手去攻擊警員的頭部 又說在那個情況之下 警員才使用胡椒噴霧 這就是他們說有人被人襲擊 於是他們才用胡椒噴霧 但是剛才你和我們說的處境就不是這樣 他們的胡椒噴霧噴法分明是有一個機動性的理由 是因為他們遇到這個示威者是完全退無可退的情況之下 他們繼續撞過來 示威者為了保住後面的人群和群眾 他們唯有站住在那裡 如果是因為這樣和警方有肢體碰撞 而使用胡椒噴霧 那真的沒有話可說 你是不是需要一些示威者 就是要人踩人呢 警方在考慮執法的時候 那個著眼點又是甚麼呢 就是為何會在那麽混亂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使用胡椒噴霧 又或者為何強行地用三層的PTU 是衝破這個人臉 為的就是要進去報仿 因為我看這個明報的圖片 噴霧的威力很厲害 哇 只有幾米這樣去 一噴到幾米 我想是兩米三米 是呀 除了這麽遠之外 你一個不小心也是中了 亦都有在場的警務人員是中了 自己中了 很明顯就是噴霧的一班警員 是沒有方向性 沒有指向性 對一些他們所謂有威脅的示威者去噴霧 擺明是周圍噴霧的 有數二三十人都說 留在這個政府總部那裏 就是留住 然後一些人就散落去去到電車路那裏 先是去到 黃厚大道 還有電阍 李先生 還是大家互лись是臨時的決定 因為那個時間大概是人民力量在政府總部西翼門口說解散 解散之後有一群我也不知是甚麼人 繼續在那裏留守 亦都有人可能在上面政府總部加入下去 在場的警務人員無論是最初可能是維持秩序或是觀察 對最後採取行動是否人數增加還是怎樣 你是不知道他在那裏來 死亡白面 擺明是有報防 我們看到警察總部在灣仔很近 他是想大量就算蒙蓉人走過來也很快就可以到 不知道他們 不過通常政府總部的中座停車場 在每次遊行示威的時候都是拍滿一些廿座位的警察小巴 那些小巴除了被警員坐外 通常都是被逮捕 拘捕用的 你是被請上這輛車去走 我是被要求離開 但他當了我成為一個示威者 所以拘捕了我 今早你跟我說的時候是有位警務 警察公關系科人認得你 是 中區的警民關係科 是社區關係科 中區警署的社區關係科的一個主任 其實他都是經常攪開遊行示威對著一群人士 你說其他社民人士其實他都認得出 大家都有互相溝通過 因為很多時候說遊行集會示威要申請的時間 都是跟他開會的 我當時已經向要求 我已經完成了任務我要離開 他說離開可以了 你離開但之後就找兩個警察 騎不住我肩膀 我都可以自己走到的 他不是說四個人抬我 我自己就自己走 但他騎到我離開的人群之後 我說我要離開的時候 就沒得離開 之後就馬上去 一劫你上車 對 劫我上車 在警署發生了甚麼事 警署很明顯看到他們是用了一個 大型的人流管制方法去處理一群示威者 亦都看到他們在這裏 有一堆指印在這裏 其實一早可能預備定了 就是用北角警署成為大型拘捕 怎樣處理的一個地方 整個過程中是有效率沒有效率 還是故意要折磨這些被捕的人士呢 我自己認為他們能力範圍已經算是極限的 你說的是一次過拘捕百多個示威者 但你只有三隊的重案組隊 每隊有六到七個督察對你的時候 那你真的派對你 去到北角警署有沒有其他支援人士 例如說其他有沒有民職人員 或其他警員幫他們登記 有的 其實整個都是一個流水像的作業 基本上你是去完一個櫃塔 又去另一個櫃塔 去完三個櫃塔之後 為何要去三個櫃塔這麼多 不是一個櫃塔就搞定了 不是的 一個櫃塔登記 一個櫃塔拍照 一個櫃塔把你的物品入袋 之後再坐下 物品入袋 為何要入袋 這次警察是很奇怪的 因為過去如果你說的是 我們這些私人物品 根本不需要入袋 但是你精密就說要入袋 但私人物品這次又要入袋 要求 之後再說 就是他們要求 手提電話都要拔電 入袋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有些人就不拔 即是不准許這些人士 打電話和外界不拔 其實是侵犯了個人的 是龍南 結果很多人就不懂電話 但是把電話放在一個袋裡 即是放在一個透明袋裡 之後都可以按 在那裡按 即是打電話和SMS 就不可以通訊 打電話也有 都跟外面通訊 這樣才可以逼 透過這些通話 才能逼到一些義務律師 以及外面支援的人士 可能知道我們裡面的情況 我為何問你這個程序有沒有效呢 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每一次我去這些警務處 有可能因為交通的小事故 無論我自己或陪朋友去 他們是不識字的 一說一個很簡單的文字 他要寫很久 寫錯了 你要求自己寫 他又不准許 這次其實他們都叫做 不要下你的口供 因為他們都知道 你見他下這個警戒口供之前 都是會先見一班義務律師 那班義務律師已經是 當然有些建議 全部是表示針密 即是建議你怎樣 之後可能一些督察都知道 所以問都免得問 還有整個作業都很流水漲 警方的班義務律師 那也沒有理由搞到 早上才可以放人 計算一下 只有21個的CID 那21個 你對一百多個 一人對五個而已 但是因為 有些口供紙 口供紙又要抄寫 不可以影印 剛才你說不寫口供 但又要寫口供紙 即是他不問你 但是手抄也要一堆東西 之後還有打字幕 另外就是拍照 整個北角警署 好像只有三部的拍照機 即是全部人在那裡排 排在這些行政 這些又要向入境署學習 我們入境署的時候 換這個新的 整個程序真的很好 很長順 但是現在說的是警署 北角警署根本就沒有這個 容量去收那麼多個示威者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們今天原本都請很多位嘉賓 進來直播室 不過我也很忙 因為就要這件事也好 或者其他的事案也好 我們今天下午就找了 我們很熟悉我們國情 熟悉香港情況的劉瑞兆 劉瑞兆自己經歷過很多大的場面 在香港 這些昨天的事故 對他來說 作為一個記者 作為一個很多目睹這些運動的 資深的報人來說 或者是一個分析員來說 都是碎料 我們聽聽劉瑞兆就著昨天的事件 雖然他沒有現象 看看他告訴我們 他有什麼看法 大家都在關注 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是要看的 第一個就是 當時事發的情況 是有沒有一些激發的內容 而且是哪方面激發呢 因為我不在現場 我沒有辦法去知道這個情況 第二點就是警方處理的方法 究竟是他認為一個必須要採取 這個他認為合理的行動 還是說那個情況 未至於是需要採取胡椒噴霧這樣的情況呢 如果我們記得以前的一些情況 譬如好像說 當時世貿在香港開會 尤其是當時有一批韓國農民來到香港 他們的示威人數 陣容 各方面 都比這次大很多 當時他們也佔領了這個告示打道一段路 而且時間也相當長 當時警方的採取方法 他們也有他們的策略 就是先將他們包圍起來 然後讓他們慢慢慢慢平靜 以至到最後是逐個逐個將他們抬走的 而不是採取一種很激烈的 馬上採取一剎那的行動來清場 我覺得當時香港警方處理的方法 國際上都覺得 你不是太激烈 然後逐步逐步令到對方的衝擊力減少 然後才採取行動 為何這次的方法又會好像突然而來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反過來會不會激化了那個情況 如果再看近期的一些事例 例如有人士去中聯辦請願 我覺得從人數激烈的程度等等 是更加無需要有太強烈的處理行為 再看回有些人現在就估計 會不會新任的警務處長上了台之後 他們是採取一些更加強硬的手法來對待 我想如果這個趨勢是這樣發展下去 我很擔心反過來 會不會是越高壓的反抗是越大 我想警方如果是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既要執行他們的任務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可不可以在平時的時候 多一些的溝通行動 譬如好像透過警察公共關係科 它亦都是有和市民聯絡的一個功能 又可不可以透過這些多些和示威人士的對話 或者是私下溝通呢 我覺得這些來說其實都可以多些考慮 而不需要那麼容易採取一些壓的方法 打壓的方法真的不是辦法 因為是真的的 壓力越大 抗爭的回響應該是越厲害的 我們覺得沉溺的事 我覺得是很不必要 特別是剛才劉璃樹也說到 應該透過警方的警民關係主任 警察公共關係科 或者社區關係主任 不管他們什麼職涵都好 他們有一些專人 是跟不同的社會人士去對話 聯繫的 應該好好發揮溝通的管道 而不是動不動 就是用這些行動 剛才劉璃樹說到 我們在WTO世貿的時候 有韓國的農民來到香港 當時候 最後那晚的行動就是 警方真的圍著這個灣仔一帶 就慢慢地 逐隻逐隻 逐個人去捉 但最後一件事 可能你也記得 陳世君主教是批評他們很厲害 這樣是不人道的 這樣做是不對的 終於整件事都好 是因為警方在那個過程裏面 又沒有足夠的人 那時候又要翻譯 人數比今次多 根本拿到的證據 或者拿到的口供 後來在法庭都不能夠成立 終於沒有 不了了之 這叫我浪費資源 我相信今次 一樣可能是同樣的事件 浪費了很多警力 然後如果真的 真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現在他也是說 你們協助調查 是嗎 他拘捕了我們 沒有下任何責任 是 但是很奇怪地 要三個月後才逐保 通常是一個月 是 是 不用 自己擔保 自己擔保 你斷保才要付錢 是 這個也是比較 以前一個月 現在是三個月 他需要時間去處理 或者他主要的處理 想看民情如何 你今天跟一些朋友 開一個新聞發布會 你覺得 新聞媒體來採訪的媒體 他們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最主要他們都是 關心八歲小朋友的情況 和家長的處理手法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一件事就是 大家上街都是為了表達 對預算案的不滿 但是 為何到最後會是 變成了討論這些事情 我們上街的意義 其實 包括一班示威者也好 關注的公民媒體人士也好 都是為了 反對這個 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為何大家會說到一些 為何將焦點 變成了可能是這些 警權上的事情 其實是有點偏不奪著 折外生枝 可能他都不想 還是他故意 你覺得 他可能是故意的 故意的 現在我們的電話 接通了社民聯的主席 是陶均衡 陶均衡 陶均衡 喂 陶均衡 正式回家 正式回家 吃完東西 灑點來 你也是 警務署的 警署的熟客 你覺得今次的處理 有什麼不同 Michael 就覺得在這件事 他們那個 流水作業這樣做 就似乎那個 北角警署 都實際不呼應用 確實是 好像大家排隊捐血 我們去完一道 葉完生之後 跟著就登記 跟著第二道 總是有人去捐血 我感覺就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在今次的事故裡面 就是警方怎麼處理 整個遊行示威的問題 當然對示威者來說 他們當然很希望能夠 改變過往 十幾二十年那種傳統的 是完威拍完張照 就走人那種模式 希望去到中環的心臟地帶 都是知示威者的訴求 所謂地產霸權 核心的地方 但是警方其實 我們到了雪廠街 嘴巴逃中交界那裡 五分鐘之內 就已經是用暴力 差不多我可以和他們鎮壓 完全沒有警告 包括噴胡椒噴霧之前 都是沒有警告的 但是實在形容 他們說 他們說 他們說有 但是我們所有人都感覺不到這件事 否則沒有理由我 但是談判的人都不知道 Michael在場也看到 平常來說 應該有舉起紙牌 中英文文字的標語 這次都不見到這些 不見了 不見了 而且他就算做任何警告的時候 不能說你做了 李威真的不知道 你做來做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 我們過去的日子裏面 在法庭都有爭議過 在法庭也曾經有一個事件 都說針對示威人士 有沒有阻礙 有沒有阻礙交通的問題 昨晚如果你問我 晚黑禮拜日 在現在你們集結的地方 真的不構成任何阻礙交通 真的 有些 你有幾部電車 有一兩部巴士 是 是 大家都知道 其實 星期日 九點鐘的中環 基本上他沒有什麼人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他們真的要維持交通的暢通 他就應該早些行動 可能剛才你說的五分鐘 我覺得都太長了 要不就有力便攤頭 等你們去到深夜 累了 累奶奶 剛才劉耀雪都說 當年他們是去清場的時候 韓國的農民 他都是圍著他 然後等他們累了 平靜下來 然後就慢慢像鴨仔一樣 逐一逐一逐 今次是很奇怪的 因為今次和我談判 雖然都有一些 就是華籍的警司級同僚 但是其實 真正做決策的是一個外國人 嗯嗯 那我就跟他說過兩回事 我就告訴他 我說你要付出代價 是 我說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是 因為他那時候只有兩個選擇給我 其實 嚴格來說只有一個選擇 是 你們不准走 不准走 我現在所有人都要抓 嘩 這麼兇死 所以我跟他談完之後 我回去決定 是 我就叫一些人 不如你提可以走的話 你 嗯 嗯 都是可以走的意思 因為可能有很多人 未有這樣的經驗 未 即是家人未有充分的理解 嗯 自己也未有心理準備 你是被人接控 嗯 或者被人抓 被人鎖 所以呢 其實他嚴格來說 只是一個決定 他就說 你這樣搞 所有人都會抓 是 即是說那裡的三百幾 差不多二百幾三百人 沒有一個可以離開那個封鎖 是 是 即是如果有漏網 那些是潛途人士 來的 呃 怎樣 如果你有三百幾 現在拘捕了百幾 那有二百幾 那些叫做潛途者 即是有些是 走了 是 即是成功地離開了 現場 Michael就不幸運 他說拍攝 都拘捕他 現在兩個都是說拍攝 不過都拘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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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不 我就呼籲你們走 嗯 為什麼你還留在這裡 還有我們已經秦了個圈 看看有沒有些小的 就讓他先走 嗯 因為我很難和他家長交代 所以有什麼事的時候 是 誰知道他就說 其實我已經不是在你那個圈裡面了 我在外圍 不過我在拍攝的時候 他就叫 趙拉 是啊 那真是離譜的 真是 非常離譜的 今早早我就聽見周庸在電台上 就講一個 一個趣事 關於你的 他說你太太呢 就叫社民給人留在這裡 你就叫 你就勸議過 剛才你說的 有些如果是沒有準備好 就應該離場 當時的騙亂是怎樣的呢 在哪裏說 在今早在千禧年代 周庸 千禧年代 是啊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 我不會爭議這個問題 是 是 那為什麼你太太又不同 你有不同的看法呢 不奇怪 因為我們很少爭吵家裡的問題 爭吵這些問題 不是啊 但是你們兩位都是 搞民運的 搞運動的 一個很資深的人士 我以為你在這些 在這些大詞題上 應該是 大似大飛 不會有什麼不同的 不會有矛盾的 不會不會 最主要是這樣 因為他沒有掌握我 跟警察去談過這個問題 哦 是 那個狀況嘛 是 因為他其實只有一個選擇給我的 嚴格來說 因為我說我們十點之前 我們盡量有多少人 但是呢 其實呢 那個外籍的高級的警務人員 是不同意這樣做的 是 就是他一個你都不可以走 是 那我想他們其他的朋友 堅持要留下的人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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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們往往就是會是 譬如好像特首被別人是 涉嫌 懷疑 碰撞到 他們就會說 為何你們社會人士 是用了這麼激烈的行動 是 但是他們沒有深思 為何他們做出這樣的政策 是令到那些市民 但是又不滿 沒錯 然後他們才用這個行動 是 真的 他們不知道他老生在哪裏 是 是 好 我知道 同學人正在開會 我不阻礙你了 多謝 多謝 拜拜 我們是否還有一位的電話呢 我們正在打 我們也希望有些 我們知道公民黨的觀察員的Eric 在昨晚也是 禮拜日也是現場 我們 Michael 作為節目主持人 作為我們RTV的一個觀察員 都在現場 我們也想聽下 其他的旁觀者 這些旁觀者當然有可能 都是同情這些示威人士 我會這樣說 當然 說真的那一句 班少偉人士都和平利盛 是 你可能主流傳媒媒體 又或者整個社會上 不是很清楚 公民抗命的不合作運行動 這個原理或原則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抹殺 我今天看《文匯報》 我特意買一份《文匯報》 它表表是這樣的 反對派騎劫遊行 報大訴就狂抽水 那是批評一些政治人物 去到現場 做完show 就 走人 廖壽散 那一方面你又批評 陶君行擊 另一方面你又批評 別人 寄完信就走 那究竟你的線路去哪裏 這個媒體 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我們最想是你不要無頭 不要搞這些事情 好 電話接通Eric的電話 Eric Eric你好 Hello Eric你好 我們想問問你 昨晚你在現場作為觀察員 你觀察到甚麼呢 我常常觀察到 如果你是說十字路口 其實警方很多行動 之前其實是沒有作任何警告 然後就是撞向一些示威者 是的 我們直播室還有Michael在這裏 我們剛才跟陶君行通電話 他都是跟你的說法一模一樣 即是說是事先完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 就採取行動 動用噴霧 噴霧方面我不清楚 因為我自己的角度上看不到 但是我所見到的是當時的人 由黃河大道中 而去德庫道中的時候 是早了四面人鏈 然後其中一面 突然之間警察就用 真的類似美式足球那些通脹方法 就撞開了那些人鏈 然後去撲到中間的人 當時見到又很混亂 就是警察和示威者 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是的 是的 當時你們那個 是有那個人鏈圍住中間的人 大概有多少從人 中間其實我們一從人鏈 我們不是很多人 中間都是 見到二十多個攤 二十多個圍住中間 攤開一些東西 就本來想著 應該可以都 警察不會那麼快就清場 但是見到警察是 比我們想像中 快很快就 在樹廠家那邊增援 整個警察在樹廠家那邊 跑過來的 然後就 接到那段時間 就立即撞過來 你覺得他們這樣做 你比對於其他 以前你見到的示威場面 除了很快 衝擊之外 還有什麼 你平時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出入 我所認識 通常警察要抬人走 或者跟警察那些結束的時候 他們有時都會 大家要冷靜 或者問你 你願不願意自己離開 如果不願意才抬你走 但想見到 根本他們連這些話都省了 來到之後 目標就是要清理力場 拘捕你們 就變成我自己的感覺上 狠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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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這個就是 跟我們在這個 新的一哥上場的時候 有人說 他以前 出身的關係 他也是 做事很果斷的 是一定 當時已經有人說 這個是一哥上場 可能對很多 搞這個社運動的人 可能日子是 日子很難捱 會不會真的這樣 我想這樣 新官上場三把火 他自己都想在警隊立威 至少告訴別人 他可以完全控制到警隊 我相信另外一個原因 我猜是 因為我今天看新聞 原來昨晚 煲胎和習近平吃飯 是有講到昨天的示威 是 他也有理由相信 其實都是一層層 叫他拿他的煲胎 是布胎把回去給曾偉紅 然後曾偉紅 叫前面那些人做事 是 就是要擁有 這個一定是有因素 因為 因為 其實說真的 我是沒有想過 是113人的 沒有想過 嗯 嗯 會不會覺得 平常 譬如同學人都說 過往我們香港的 遊行示威模式 去到那個目的地 無論是 無論是警察總部 或無論是 政府總部 或者中聯辦都好 都是 做完行動之後 就拜拜 這次會不會 因為有些青年人 是覺得 要用一個 非傳統式的 方法 是更加強烈地反映他們的 議員 會不會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 這次不是第一次 對我來說 是 有很多機會 有很多 經常出現 就是 和平集會 完結之後 有些人就 用一些平時 不是太多人用的方法 是 就是 我叫做 出閘少少的東西 出閘 所謂 出閘 不是很友善的 直不友善 直不友善 因為 我不知道你有甚麼觀感 我自己又覺得 譬如有些示威人士 戴上面具 當然他們那個可能是一種 你說 可能他們的一種 不知道甚麼行為 藝術也好 或者是示威的模式也好 他們是 故意要他們 在攝影機面前 我覺得是 拿起他們的面具 你覺得 你對這個行為 你有甚麼看法 其實那些面具 都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其實你說 七一都出現過 高鐵上也有出現過 在立法會下 是 立法會的人 都有 正常一陣子都有出現過 我沒有記錯 再之前高鐵 都好似 見過一下 那種叫V殺面具 是的 也見過一下 那些都不 即 我所見到 示威者會用的 一些 手法 道具 其實 我們不是第一次拿出來用 是的 我想問的 不是他們用的道具 而是說 他拘捕的時候 是故意 撕起他的面具 你覺得這個行動 有甚麼意思 有甚麼含意 那我反而沒有想太多 因為反正 其實到最後 都是全部人都被抓 相對之 我知道 我自己聯想到四個字 就是格殺分論 嗯 那我反而知道 他們當中怎樣 是否將 我們裏面 再分為別類 有甚麼不同類型的人 我反而沒有去深究 是的 好了 那你觀察完這件事 也有你剛才那幾個想法 你覺得下一步下去 一些青年的 搞社運的人士 他會是 是怎樣呢 會是 聲吞了他 還是下一次 他們會再出用更加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這個 政府可能是難堪呢 是 我自己想 將來 示威者和執法 對立一定是更加尖銳的 是 我想這個 真的無可避免 但是另一方面 因為其實 過了一晚之後 其實想回 其實 昨天那場的示威 有些 其實是 我的示威 示威者那方面 是可以做得好些的 或者遊行 路線的策劃 或者一些 什麼時候要做些甚麼 那個鋪排 可以再傳送些 但是 都是那句 這個是我們 可能在技術上 部署上 有需要改善地方 但是 絲毫掩飾得到 事件本質 就是 警方暴力清詳 是的 但是無論如何 無論是 那個主辦 或者其他協辦的團體 無論 計劃得多周長都好 你仍然不能夠排除 剛才你所說的 有一些 參加的朋友 他會用 是一個 方法 選擇一個不同的地點 再集結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作為主辦的 是你無法指去 去防止這類 這類 無可避免 因為 其實 過一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越來越多 這類的 所謂警衛衝突 這樣 我想唯一 可以給到的 給到的 中共就是 策劃的人 需要想到一些方法 就是 第一 雖然說 有時候被捕是無可避免的 或者是被警察衝撞 但是 其實有些事情都應該可面側面的 是 因為也不是太多人 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是會被拘捕 所以應該其實 主辦的人都要想 想清楚 怎麼去將危險性降到最低 第二 就是 其實也要在公眾層面 做好 這個問題 就是怎麼可以令到 看下 阻塞馬路 這些 未必好過香港人 都接受到的事情 怎麼可以 都好些 令到更多人 接受到 其實我們也要每個人 去反省 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是 這是一個互動過程 雙方面都要大家去做好些 我希望 如果你能夠代表 譬如說 拆動這些活動的人 去提議這些意見 其實我很希望 警方 自己都應該有一個 是 自我完善的機制 好像你一樣 去反省一下 在今次的行動 做得是過分的 他們下次不要再做 如果不是真的 就會好像我們的劉教授所說 這些民怨 就會一直累積累積 去到一個臨界點 一爆發的時候 就不可收受 一發不可收受 其實 我真的有一個擔心 就是 把對立尖銳下去 會不會變成 越來越來越 執法者那邊 越來越不講法律 就是 類似打爛架 那樣的方法 來去 對付社會者 這個我 經過昨晚之後 我是 有這個想法 好 多謝Eric 好 多謝你 剛才Eric說過 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心理準備 去被拘捕 不過有些時候 你又真是無可奈何 我自己曾經參加過 這個街頭的論壇 民間電台的廣播 去討論香港電台 應該公司 做公共廣播的角色是怎樣 無緣無故被告 參加了非法廣播 然後我也是被告之一 也要排期去上庭 到現在 一再押後 無了期 無了期 當然我當作無了道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被告 我在街藝電視的時候 也帶領了很多同事 由灣仔去當時的警察 那個時候叫做港督府 我們三次 我們亦是故意 沒有申請公眾集會的牌照 那時候我們是第一堆 被引用公安條例檢控的人士 沒有 今天我都生蠻蠻 我都吃 我都沒事 我們當時定罪 不過後來法庭就說 我們是年輕 情有可原 不留案底 不過是開玩笑的 不留案底 那個在你的紀錄上寫著 你犯了甚麼事 不留案底 那就就是案底了 最終那句也是 如果要參加這些社會公眾活動 最重要一件事 問心無愧 做了事 有時候 我想是 法律可能有時候是很硬 可能是 日後我不知道 我當時希望 昨天的一百幾十人 都全部不會受檢控 萬一受檢控 可能呢 將來法庭會判 你是真是一個非法集會 或者真是一個破壞 這個秩序的一個 這樣 但我覺得 如果自己做一件對的事 這樣又如何 我覺得真是 從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民間媒體 你警方不分精控做法 這樣去打壓一些小眾的人 想保留一些回憶 保留一些歷史傳召 可以給之後用的一個舉動 你都不給 還要這樣去打擊 我希望你保證 RTV不會就這件事 就這樣放下 警監會 或者監警會 的主席 阿澤主席 曾經來過我們的電台 我們的電視台 接受劉慧卿議員的訪問 大班都是監警會的成員 這件事 如果他辦得不好 阻止我們民辦的 傳媒 我們獨立的媒體 去做一個自由的採訪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開明的社會能夠 也不是一個大都會可以接受 我們一定不會追究到底 沒錯 一定不會放過 好了 那你今晚是否要睡一場好覺 沖過熱水涼 一定要 吃一頓好的 好東西先 睡覺吧 應該休息吧 一整天 一整晚 那你期望 或者你覺得明天的主流媒體 對於你今天下午的招待會 會怎樣報導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就是 李兆光說謊 別人的媽媽都說了 或者盧永樂醫生都說了 那小朋友是中了胡椒噴龍的時候 李兆光又這麼早說沒有中 根本就令到自己誠信破產 今天我們看到高官說謊 都不再是新聞 你看到英皇書院的校友 登全版的說話 孫明揚你講謊 你明不明是用高壓去令到別人學校要縮班 然後對著電視機的訪問 就說他們當然是自願縮班 這就是我們高官的臉孔 真是 所以我們很希望真的 是有文字的媒體 有圖像的媒體 影像媒體 記錄著這班高官的嘴臉 你說過什麼 我們記得 一定會和你算賬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